來開箱囉 一次三種口味的抹茶 有桂冠的抹茶風味 桂冠的十粒抹茶湯圓 還有麗美的抹茶湯圓 這三款到底差在哪呢 等一下來開箱給大家看囉 剪刀準備來開箱 這三款的湯圓到底差在哪裡呢 好的 從外觀來看三款 基本上就是白色的湯圓 就是它沒有連表皮都有用分 因為其實從外包裝上看得出來 剛剛這個抹茶湯圓呢 都是在全聯買的 分別售價是 最便宜的是義美的39元 再來是桂冠的42元 最貴的就是十粒抹茶湯圓59元 總計140元 像十粒抹茶的話 這邊有寫到 就是 浮起來 熱水精率浮起來 五到八分鐘就可以使用 另外一款桂冠的呢 其實也差不多是五到八分鐘就可以使用 所以 剛剛看了一下 液美的這個時間 反而比較短 就是 三到五分鐘就可以使用 所以 是它的皮比較薄 還是它的皮有做什麼特殊的工法呢 那等一下就試看看囉 好啦現在水滾了 而且我這次打算就是 因為外皮都一樣會搞混 我分三次下 第一個我先下十粒抹茶湯圓 這個就是十粒抹茶的 會關含十粒抹茶的組合 等下我有點透出來囉 等一下就來試看看 接著來煮第二碗 好啦水滾了 接下來要來放 第二個 會關第二個口味的湯 抹茶湯圓 這不是另外一款會關的 煮起來呢 我感覺就是白了 還蠻白的 跟另外一款 十粒抹茶相比來講 顏色差很多 就是 十粒抹茶給我一個感覺 就是它比較透 它 會灌的就是相對比較白 等一下還會再做比較 接下來 煮第三包 義美的抹茶湯圓 也是煮三顆 最後一個也差不多 就浮起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看起來跟 桂冠的好像差不多 等一下就上桌來上試看看囉 這個呢 是桂冠做的十粒抹茶湯圓 這個也是桂冠做的 基本的抹茶湯圓 這個呢 是義美的抹茶湯圓 這個呢 是義美的抹茶湯圓 來 實際 看看 到底差在哪 內線有沒有差 這個是實粒的 抹茶湯圓 內線長這樣子 剛剛咬了一口 我覺得它的 內線還滿 滿濃的 包裝上面是寫它這個是抹茶奶油餡 抹茶牛奶餡 抹茶牛奶 吃起來的話我覺得是滿綿密的 不像 還同時也包有那個抹茶那個苦味 所以喜歡苦一點的 因為原本以為牛奶餡會太甜 結果吃起來其實也還好就是 它是苦的抹茶口味的 再來嘗試第二種 這也是桂冠的 這是桂冠的基本的抹茶口味 桂冠這一次一次推兩種不同的抹茶 到底差在哪呢 就來試吃看看嘍 好的兩個的內線是真的有差別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呢 有紅紅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 桂冠自己家的口味 其實它說是抹茶紅豆 因為沒有紅豆的東西 吃起來的話沒有剛剛的實力抹茶那麼苦 它的味道呢 比較不喜歡那個抹茶苦味的人 可以來試看看 另外呢 剛才試的話 因為它裡面是紅豆 有點紅豆沙 有點紅豆沙 紅豆顆粒的感覺 所以相對比剛剛第一個的 實力抹茶來講 就是比較有口感一點 但是皮的話 實力抹茶的皮比較Q 它的皮我覺得反而是比較軟的 如果是比較不喜歡吃太甜的人 可以吃看看這種 再來呢 來試第三款囉 第三款 這個是一枚加粗的 看起來 比起來的話 就是 想如果放在一起 可能沒有吃內餡 真的猜不出來哪一個是哪一個 可是 其實外觀上的話 會覺得實力抹茶有點 它的透明感比較像是日式甜點 那種絕餅 帶有絕餅的那種透明感 其他兩款的透明感就沒那麼重 就比較白 來 再來試看看 易美的 好的 這邊可以看到易美的 易美的 我覺得它顏色沒有剛剛 前兩款來的那麼深 它的抹茶的顏色是比較 應該說剛剛的抹茶顏色比較翠綠 它的這個是比較墨綠 而且跟 桂冠的一樣 桂冠的一樣 桂冠的基本抹茶一樣 裡面是有甜紅豆餡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紅色的 而且它的紅豆 看起來是比 桂冠的再多一些 因為 紅豆裡面滿滿的 口味上呢 它的抹茶紅豆餡 甜味比 桂冠的再多一點 我覺得桂冠的沒有那麼 甜味沒那麼明顯 因為它的紅豆加比較多 應該是紅豆有蜜 就是先處理過 就是有蜜紅豆的感覺 所以有紅豆的甜味在裡面 但尾韻呢 也有一點帶有苦味 就是它的層次比較 我覺得相對比較明顯一點 就是比這樣桂冠的 來的明顯還蠻多的 皮的話 我是覺得它的 軟度 這一碗的軟度 就是一枚的軟度 介於 這兩碗中間 就想 可能也是因為 我剛剛這個也是相對 因為我三顆 都煮五分鐘 但是就是相對的話 軟度是 最軟是 桂冠的抹茶 第二軟是 最軟是抹茶 桂冠的抹茶 第二軟是 一枚的抹茶 最硬的 就是比較Q有口感的是 桂冠的濕麗抹茶 那口味上的話 以甜度來講 最甜的 我會覺得是 一枚的 甜度最甜 再來才是 桂冠的 基本抹茶 再來最苦的 就當然是 濕麗抹茶 把桂冠的濕麗抹茶 這一個 苦味最明顯 這三個裡面最明顯的 最後就是 來把這個吃掉囉 最後當然就是 全部拉拉 這座 全部放一起 像這樣 全部放在甜湯裡面 其實根本分不出誰是誰 呵呵 好啦 今天的開箱就到 這一個混雜 三種湯圓 再加上小湯圓 做四種 三種抹茶湯圓 和小湯圓的甜湯 做結束囉 到底誰是誰 呵呵呵 根本分不出來啊 這一顆到底是誰加的呢 有人分得出來嗎 就只能靠吃 來把它分出來啦 拜拜 拜拜 拜拜